我是Delia Learn, Nike Trainer 今天我會帶大家做幾個瑜伽的動作 第一部分的瑜伽動作是 Sun Salitation, 拜日式 而第二部分的瑜伽動作是 Crow Pose和Dancer Pose 我會教大家幾個技巧 怎樣去入和出這兩個動作 其實這幾個動作都不是很難 大家可以在家裡做到 待會我示範的時候 我都會給你們幾個選擇 幾個不同的難度去選擇 大家就一起跟我做 OK, 第一式的動作是 Sun Salitation, 拜日式 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會站在隻的前方 左心合十 右心頭, 手上 右膝頭, 方向 收起左腳踏腿後面 平板式 膝頭放在地上 然後胸和下巴都放在地上 下一個吸氣 Cobra Excel, Downward Facing Dog 下腳式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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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向兩手中間 左腳踏上前方 然後 右腳踏上前方 右腳踏上左腳 然後 站著 拉牆 然後 然後 喆 然後 握一下 還有 看中 回方 撐起右腳踏上後面 出 fehlt 呼吸 進去正規 зачем thing exhale chaturanga lower plank inhale outward facing dog exhale, downward facing dog inhale monter向前方 exhale forward fold Inhale Come up to standing And exhale Hands in place 左邊 Inhale Amza Fore hey Fore hold Inhale 左腳踏在後面 Exhale Downward facing dog 吸氣平板式 Exhale Chartaranga Inhale Upward facing dog Exhale Downward facing dog Again 吸氣 往前跳 Exhale Fore hold Fore hold 吸氣 慢慢站起 Fore hold And 呼氣 雙手合手 Fore hold 第二部分的瑜伽動作 第一個動作叫Crow pose 我會介紹如何進入和出動作 亦都在裏面我會介紹一些技巧 去看看如何可以平衡這個動作 而這個動作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手平衡動作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會在脊的中間 腳會打開到脊的側面 可以半隻腳在脊的外面 半隻腳在脊的外面 半隻腳在脊的內面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Squad pose 手心合拾 停止 這個動作叫Balasana 然後 十隻手指抹到有這麼大 抓住地下 重心往前傾 那手臂和大腿就不再動了 然後 慢慢拿起一隻腳先 如果可以的話 再拿起第二隻腳 最後 勾起腳板 再放自己一個人在脊的上面 如果做了瑜伽的朋友 可以試一下這個動作 手也是放在地上 但這次我們先隔起腳 腳在脊的中間 膝蓋放在架頂裏面 手可以微微調整 到腳的方向 一齊上一齊下 記住Round the back 韓背多一點 最後一個動作是Dancer Pose 它是一個暫立的平衡動作 Standing Balancing Pose 我會介紹兩個難度 給大家選擇 看看哪一個比較適合大家 好了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在脊的後面開始 左腳踏向前方 吸氣 拿起後腳 捉在腳跟的外面 吸氣 左手舉高 當你準備好的時候 躺起後腳 看好一點 挺起胸膛 收起臘骨 肚腩 夾起屁股 如果可以的話 再伸直一點 你的Supporting Leg 即是我現在的左腳 最後完成的時候 兩隻腳拍起來 現在會重複左邊 吸氣由腳踏上前方 好 穩定的定點 站住人 然後再拿起後腳 同樣 也是捉在腳背的外面 吸氣由手舉高 然後 扯起後腳 放鬆兩個肩 肩膀 再挺起胸膛 再挺起胸膛 如果可以的話 打開一點 你的左邊的胸 最後完成的時候 兩隻腳拍起來 然後是第二個 比較難度高的選擇 來的 吸氣左腳踏上前面 這次我們要捉 我們捉在腳踏 或者腳背裡面 Inhale 左手舉高 然後 伸直 然後 伸直 Flexibility 高一點的朋友 可以再提高一點 腳 但同時 記得 挺起胸膛 最後 雙腳拍起來 完成了 最後一個回合 我們會示範左邊 今次右腳 吸氣的時候 踏出前面 同樣 都是捉住腳踏腳背的裡面 Inhale 右手舉高 然後 慢慢 慢慢透過你的吸氣 和你的呼氣 將你的後腳 帶到越來越高的位 兩隻腳拍在一起 最後一個瑜伽的動作 是一個 Spinal Twist 通常我們做完後彎 像剛才 Dancer Pose 或者Sun Salitation 的Cobra 我們都會做一些 Spinal Twist 去 unwind 腰的 有一點緊張 我們開始的時候 會在地上 第一個選擇 是比較容易的 我們會做 左腳伸直 右腳曲 要不就放在 你的膝蓋的旁邊 或者前一點都可以 先確定 坐的時候 兩個嘴巴 是在地上 做一個很好的支持 我們吸氣的時候 左手舉高 呼氣的時候 拉長條腰 然後再做一個 扭的動作 右手很輕輕地 綁著地上 在吸氣的時候 呼氣的過程 用呼氣去帶你的右胸 和右肩 把腿更軟 推開一點 再打開一點 再打開一點 換去你 右肩膀的軟處 在同時 記得要坐一條腰 然後慢慢地 放下 然後 會去做另一邊 這次 左腳曲 就是 要確定兩個嘴巴 是在地上 做一個 grounding 然後 右手舉高 好 exhale 手肘 放在膝蓋的外面 腿 搖轉 腰 坐在腰上 每一個呼氣 用呼氣的力量 再將你的左邊的胸 和肩膀 帶到遠處 好像扭毛巾 扭到腰上 然后呼吁 轻松地放弃 而第2set也是最后一回合 我们会做一个难度高一点 左手举高 今次一样 右脚都放在膝盖的外側 然后呼吁的时候 腰在你的腰的外面 在坐直的同时 今次我们做一个binding 左手在你的右大腿的外面 转过 如果可以的话 扣上你的手指 或者比较flexible的朋友 不如捉住你的手腕 坐直的印 吸气和呼气 每一个呼气 看看可不可以再长过你的吸气 然后轻松地放弃 而最后一边 左脚扣 右手举高 拉长一条腰 然后呼吁的时候 腰部押向你的腰 然后呼吁 然后呼吁 腰部押向你的腰 再打開你的左肩膀 再打開你的左肩膀 然後慢慢地出發 謝謝大家加入我剛才的練習 其實這個影片大家也可以在家裡 再多做幾次 在家裡勤力做幾次就會有很大的進步